地球上有许许多多现代科学仍然无法解答的谜团 例如不明飞行物与外星人 摆目大与平行时空 时间凝固与时光倒流 天堂与地狱 母大陆与大西洲 人类起源与史前文明 灵魂出窍及灵体不灭 因果报应与轮回转世 地轴的偏移与月球的来历 上帝的由来及摩西的身世 圣母玛利亚的受孕过程 耶稣来自何方现在何处 金字塔的来源和用途 人类与地球未来的命运等等 这些不解之谜 困惑了地球人类长达数千年之久 然而在居奥法国人米歇·戴斯马克特 首邀前往顶级星球游览之后 终于为我们带回了终极答案 并按照上帝们的旨意 将此番天堂之旅的亲身经历汇集成策 出版了海奥华预言一书 书中的一切颠覆了人们以往固有的认知 你可以不必相信 但你有必要知道 海奥华预言第一章 神秘邀请 我突然醒来了 不知道睡了多久 我精神饱满 感觉灵敏 可是我的天 现在几点 丽奈正睡在我身边 她双手握拳 就像她平常睡觉时那样 我一点都不想再睡了 我起床 在走向厨房时 看了一下表 才半夜12点30分 对我来说 在这个时间醒来真是太罕见了 我脱下睡衣 穿上裤子和汗衫 干嘛呢 我不知道 我也没法解释 为什么我会走向书桌 找了张纸和圆珠笔后 我的手似乎有了她自己的头脑 完全不受我的控制 我眼睁睁地看着我自己的手在纸上写下 亲爱的 我要离开大约十天 你完全不必担心 我将留言条放在电话旁 走出门口来到走廊 比开走廊里的桌子 桌上仍摆放着昨晚晚的相机 棋盘上白色的国王仍保持着被将军的状态 我悄无声息地打开那扇通往花园的门 夜晚看起来充满了一种神秘的亮光 但这光显然不是来自星空 本能的 我开始想今天的月象是什么 估计这月亮大概要升起来了 这儿 澳大利亚的东北 我居住的地方 夜晚一般是很明亮的 我走下楼梯来到悬松旁 平常在夜晚这个时候 我们会享有奇妙的音乐会 青蛙和蟋蟀的叫声会充满整个夜晚 但现在园中是死一样的寂静 我感到很奇怪 还没走几步 藤树的颜色突然变了 房屋的墙壁和悬松 以及所有的一切 都沐浴在一种蓝色的光辉之中 我脚下的草坪 看起来像波浪一样起伏 悬松下的地面 也是如此 藤树形状像被打乱了 而房子变得像在风中飞舞的纸一样 我开始意识到 有些不对劲 并打算返回房间的时候 突然发觉自己已轻轻地漂浮了起来 缓缓地飞过藤树之后 上升的速度开始加快 脚下的房子变得越来越小 我困惑而又惊恐地喊了起来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 没什么米歇 一切正常 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出现在我的面前 他身穿宇航服 戴着完全透明的头盔 微笑着注视着我 至此 我坚信自己一定是在做梦 不 米歇 这不是梦 他似乎洞察了我的内心 并回答了我头脑中的问题 我解释说 是这样的 因为在梦中总是这样 最终你会发现自己掉在地板 头上碰出个大包 他微笑着没有出声 我继续说 你在对我讲法语 那是我的母语 可是我居住在澳大利亚 这里讲英语 这你是知道的 我知道 这肯定是个梦 而且是个荒唐的梦 不然你怎么会在我家院子里 我们不在你家的房屋院子中 而是在他们的上空 得了 这肯定是一个梦 我会掐一下自己来验证这一切 说着 我真的就掐了一下自己 感觉好痛 他笑着说 米歇 现在你该满意了吧 可是 如果这不是一个梦 为什么我现在会坐在岩石上呢 而你是谁 你的身材 怎么和我们不一样呢 我的身材正常 在我的星球上 我们都是这样 一切都正常 我亲爱的朋友 我希望你不会介意我这么称呼你 如果我们还不是好朋友 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是的 他站在我面前 微笑的脸上 显露着智慧 全身都散发着神圣的气息 和他在一起 我感到十分安心和平静 有生以来 我从未遇见过这样的人 于是我说 当然 你怎么称呼我都行 那么你呢 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叫 但首先我想强调一下 从现在起 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梦 的确 这是很不平常的事 因为某种原因 你已经被选出来做一次旅行 这以后会向你解释的 对于地球人来说 还没有几个人这么旅行过 特别是近一些时期以来极少 此时此刻 你和我正处在另一个时空 一个平行于地球物质空间的时空 为了使这次旅行得以成功 我们使用了时空中 此时 你的时间是静止的 你能够处于这样的状态 可长达二十至五十地球年 而在你返回时 你就像未曾离开一样 你的物质身体将丝毫不变 那边那些人是谁 他们怎么穿着上个世纪的衣服 在乳白的光线下 我隐约辨认出 那些正在交谈着的 和在稍远处走动着的人们 他们的存在是可以理解的 以后你会知道的 这里的死亡率极低 他们仅会由于自杀和意外事故而死亡 时间在这里是凝固的 这儿有男人也有女人 也有一些动物 他们的年龄在三万年至五万年之间 甚至更久 可是他们为什么会在这儿 他们是怎么到这儿的 他们是在哪儿出生的呢 他们来自地球 他们之所以在这儿 仅仅是因为意外 什么意外 你听说过百慕大三角洲吗 我点了点头 很简单 在这儿 还有其他一些不出名的地方 这一层空间 与你们的物质空间相互交错重叠 二者之间形成一个通道 靠近这个通道的人 动物或其他东西 会被完全吸入 举例来讲 一只船队会在数秒钟之内消失的无影无踪 有时候 某人或某些人会在数小时 数天或数年之后返回你们的地球空间 但更多的是 他们一去不返 若有人侥幸返回 并向人们讲述自己的经历 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相信他 如果他坚持 他会被当作疯子 在明白了人们对他的态度后 这些人也就只好闭口 不再提这种经历了 有时候 返回的人得了遗忘症 如果他恢复了一定的记忆 那也不是在这层空间的记忆 因此他也不可能对揭示事情的真相 有任何作为 跳上去没有任何奇怪和可疑的迹象 可脚印就是消失了 有人认为他是被外星人劫走了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以后你会明白的 他其实是被吸进了另一层空间 我确实听说过有这么回事 可是你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呢 这你以后会明白的 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我们的交谈被一群人的突然出现打断了 这些人是如此的奇怪 以至于我又开始怀疑 这一切到底是不是在梦中 大约十二个男人 还有一个女人 从离我们一百米远的一堆石头 厚冒了出来 更奇特的是 这些人像是从描绘史前生物的书中 走出来的一样 他们盘山着像大猩猩的布袋 手里挥舞着现代人 怎么也不可能拿得动的举霸 这些吓人的生灵 静止冲着我们而来 像野兽似的吆喝着 我转身想逃 逃告诉我没什么可怕的 并示意我待着别动 他将手放到他腰间的扣子上 转身朝向来者 我听到一连串轻微的咔哒声 五个最强壮的人应声倒地 一动不动 剩余的人完全止住了脚步 开始呻吟起来 并败倒在我们的面前 我又看了一下套 他站着像个雕塑 神色凝重 眼睛盯着对方 似乎是着将他们催眠 后来我才知道 他是在用心灵感应 向对面那个女人发布命令 这个女人突然站了起来 在我看来 是在用猴鹰朝着其余的人下达命令 这些人起身抬着那些尸体 朝着来的方向退了回京 我问道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将用石头埋葬他们的同伴 你杀死了他们 我不得不这么做 你说什么 我们真的这么危险吗 那当然了 这些人在这儿已经有一万或一万五千年了 谁知道呢 我们没时间研究这个 而且 这并不重要 但这更好地印证了我刚才对你讲的事情 这些人在某个年龄来到这个空间 他们就永远地生活在那个年龄 这太不可思议了 简直太可怕了 我承认 但这是自然法则之一 因此也是宇宙法则之一 进一步讲 他们是危险的 因为他们的行为 与其说像人不如说是像野兽 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对话是不可能的 就像他们与这个空间 绝大多数生灵之间的对话 是不可能的一样 一方面 他们不懂得语言交流 另一方面 他们不比任何人更明白 他们怎么了 我们确实很危险 而且 让我说 我刚才实际上是帮了他们一个大忙 因为我解脱了他们 解脱 你把他们的死刊做是解脱 别显得这么震惊 米歇 你很清楚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他们已经从物质身体中解脱了出来 现在可以继续轮回了 像所有的生命体一样 进入正常的轮回程序之中 那么如果我没说错的话 这层空间是个受难的地方 像阴间或炼狱 我还没有意识到你是个宗教徒 我这么回答的 我这么比喻是向你表明我在努力理解你的话 同时感到奇怪他怎么知道我不是宗教徒 我知道 米歇 我是在逗你玩呢 不错 这儿确实是某种炼狱 可这是一种意外 实际上 这只是自然界的几个意外之一 百化病 就是那些生来肤发皆白的人 是一种意外 四叶目素也是一种意外 米腹中的栏尾也是个意外 医生仍不明白人体中的栏尾有何用 答案是 毫无用处 通常在自然界中 任何事情的存在都有它明确的原因 这就是我为什么将篮尾也列为意外了 生活在这层空间的人们 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躯体上都没有痛苦 比如 我打你 你感觉不到疼痛 但如果打击的力度很强 虽然你好无感觉 但你却会无痛而死 这也许很难理解 但就是这么回事 这些人不知道我现在给你解释的这一切 好在他们会尝试自杀 但自杀 就是在这里 也不是个解脱的办法 他们吃什么 他们既不吃也不喝 因为他们感觉不到饥渴 在这里 记住 时间是不动的 死者的尸体都不会腐烂 这实在太可怕了 那么 能帮助他们的最好方法 就是将他们杀死了 不错 这是两种有效的方法之一 另一种是什么 将他们送回原来的那个宇宙去 但这会导致巨大的问题 尽管我们能够利用空间通道 将很多人送回地球 因而解脱他们 但我确信你能理解 这将会给这里的绝大多数人带来极大的问题 正如我说的 这些人在这里已经待了数千年了 如果他们回到那个 他们已经离开如此之久的空间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他们会发疯 而且没太大意义 他微笑着点点头 肯定了我的话 米歇 你的确是我们要找的人 但我不可太早下结论 你还有很多东西要看的 他将手放在我的肩上 他这么做时 不得不将身子微弯 他大约高2.9米 比我们明显高出许多 我知道 我们选对了人 你有一个开明的头脑 但有两个原因 使我现在不能对你解释所有的事情 请想 首先 现在解释为时尚早 就是说 在理解这些解释之前 你还得有更多的基本理念和知识的准备 我明白 那第二个原因呢 第二 是有人在等着我们 我们得动身了 他只轻轻一触 就使我转了个身 随着他的目光 我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百米之外 有个巨大且通身发出蓝色光辉的圆球状的东西 后来我知道他的直径大约70米 这光并不是静止不动 而是微微闪亮 像炎炎烈日之下远处沙漠上的热物 他离地约十米 既没有门窗 也没有闲踢 光滑的像个巨型的鸡蛋 他示意我跟着他走进这个巨球 我清晰地记得在我走向他时 思想开始失控 一系列连续的影像在我脑海中闪过 就像电影或录像片处在快进状态 我仿佛看到自己正在向家人讲述着此次经历 还看到报纸上那些关于UFO的文章 我记得当我想起我的家人时 心里那种非常悲伤的情绪 这种情绪通透全身 因为我非常爱他们 但此时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被套住的动物 我突然想到或许再也看不到他们了 你完全没有任何害怕的必要 米歇 相信我 你很快会平安返回与家人团聚的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他完全读懂了我的心念 第一次我还以为是巧合 这一次是确定无疑的了 我相信我吃惊的嘴张得很大 这豆的涛发出一种极好听的笑声 这种笑声在我们地球人中极难听到 当我们离这巨球很近时 涛让我站在他的对面 彼此相隔大约一米 米歇 任何情况下都别碰我 记住 是任何情况下 别找任何借口 明白吗 我被这命令的口吻着实吓了一跳 但我还是点了点头 他将一只手放在左胸前 我之前注意到的一个大徽章上 另一只手握着一个从腰带上取下的 类似大圆珠笔的东西 他将这圆珠笔举过头顶 指向锯球 我记得看见这笔发出一束绿色的光柱 但我不敢肯定 然后他将这笔对着我 而另一只手仍然压在那个大徽章上 毫不费力的 我们就升高了 飞向那锯球的墙 就在我以为我们要撞上那锯球时 锯球的一部分外壳缩了进去 就像巨大的活塞缩进气筒一样 形成一个椭圆形高约三米的入口 进入飞船后 我们降落在锯球中的地板上 他将大徽章上的手放下 然后又将笔扣回到腰带上 其熟练程度表明他经常这么做 来 现在我们可以相处了 说着他将手放在我的肩上 领我朝着一堵墙走去 墙上发出一小束蓝光 这蓝光太强 我不得不将眼半壁 我在地球上还从未见过这种蓝色 当我们几乎来到这蓝光下的时候 那面墙就让我们通过了 这个就只能这么描述了 本来要按我的向导领我前进的方式 我发誓我的头一定会给碰起个大包 但我们穿过了像个幽灵一样 我脸上那惊恐的表情使涛开怀大笑 这倒使我安心了不少 我记得他那笑像清风一样 使我惊慌的心停静了下来 我过去常和朋友们谈论飞碟 而且相信他们的存在 但当你真的面对现实时 你头脑中的问题会多的像要爆炸似的 当然我内心是高兴的 从涛对我的态度上 我觉得我不必担心 可是他不是独自一人 我担心的是其他人会怎么样 尽管这趟旅行很让人着迷 但我仍然担心自己能否还能见到我的家人 数分钟前我还站在我家院子里 而现在他们是那样遥远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隧道样的平坛走廊里滑行 走廊尽头是间小屋 其墙壁是极强的黄色 亮得使我不得不闭住双眼 屋顶成员穷壮 像个倒扣的大腕 掏给我戴上一个透明的头盔 我睁开一只眼一看 这头盔使那黄色不那么刺眼了 你觉得怎么样 好多了 谢谢你 可那光你怎么不怕它 那不是光 那是这墙壁目前的颜色 为什么是目前 你带我来是为了重新给这间屋子刷漆吗 没有什么油漆 那只是振动米歇 你还以为你是在你们的地球空间 可事实上不是 你现在是在我们的一个远程宇宙飞船里 这飞船能以比光速还要快速倍的速度飞行 我们就要动身了 你能不能躺在那张床铺上 屋子中央有两个盒子 很像没有盖的棺材 我躺进一句 涛躺进了另一句 我听见涛在讲话 那语言我不熟悉 但听起来却非常圆 我想将身子抬起一点 却不能身体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固定住了 黄色从墙上逐渐消失了 带着以同样强度的蓝光 这油漆火又干了一次 屋子的三分之一突然变暗了 我注意到微弱的光像星星一样在闪烁 涛的声音在黑暗中十分清晰 米歇 那些是星星 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个平行宇宙 也要离开你们的地球 要带你去参观我们的星球了 我知道你会对这趟旅行十分感兴趣 但为了你的健康着想 出发的过程将是缓慢的 我们可以看着我们前面的屏幕 地球在哪呢 我们还看不到它 因为我们还在它的上空大约一万米处 突然出现了说话声 说的像是刚才涛说的那种 涛做了简短的回答 然后那声音又对着我用法语 欢迎我登上飞船 这很像我们地球上的航空公司那句 欢迎乘搭本次航班之类的欢迎词 我记得我当时感到这很有趣 尽管知道我是在不寻常的环境中 同时我觉得有一股轻微的冷气流过 像是开了空调 以后的事情就变化的很快 屏幕上出现了太阳 最初它好像碰着地球的边 或准确的讲是南美洲 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我又一次在怀疑自己是在做梦的 一秒又一秒 美洲变得越来越小 澳大利亚还看不到 因为阳光还照不到那里 现在地球的轮廓可以辨认出来了 我们似乎在绕着地球朝北极方向飞行 在那我们改变了方向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离开了地球 我们那可怜的地球变得像个篮球 又成了个桌球 直直几乎从屏幕上消失 最后整个屏幕都充满了宇宙空间 那黑悠悠的蓝色 我转头朝向头 期望它能给我更多的解释 你喜欢这景色吗 当然喜欢 简直漂亮极了 但这么快 有可能以这么快的速度飞行吗 这不算什么 我的朋友 我们起飞得非常轻柔 只是现在我们才以全速飞行 有多快呢 比光速还要快许多倍 比光速还快 这不可能 那光照怎么办 我能理解这对你来讲是不可思议的 就算你们的专家也不会相信 但这毕竟是事实 你说比光速快许多倍 到底是多少倍 米歇 在这次旅行中 有很多事情会被故意展示给你 很多事情 但也有许多细节你是不会知道的 我们的飞行速度就是一粒 对不起 我理解你对所有事情的好奇心 不能全都满足时的失望心情 但将会有非常多的新的和有趣的事情 等着你去看 去学习 因此当有些事情不能让你知道时 你可不必太在意 他的态度表明此事到此为止 我也就没有坚持 觉得再坚持就显得太粗鲁无理了 看 那是什么 土星 随着飞行 这著名的土星在屏幕上迅速的变大 它的颜色美丽极了 我在地球上见到的颜色是远不能比你的 有黄红绿蓝成等 每一种颜色都有更多的复合色和更多的浓淡色 形成极其丰富多彩的光谱 这些光不断的分离 又复合成新的颜色 增强了又变淡了 形成那著名的土星光环 这绝妙的奇观在屏幕上站的面积越来越大 我似乎感觉到自己不在受立场所束缚 我就想取下我的面具 这样好将那光环的颜色看得更仔细一些 可涛示意我别动 土星的卫星在哪 你可以在屏幕的右边看到两个几乎紧挨着的 我们离它多远 大约600万公里或更远 控制面板那边有准确数据 如果要我精确估计的话 我得清楚知道我们的摄像机现在镜头的焦距有多大 土星突然从屏幕的左边消失了 屏幕又恢复了那黑油油的蓝色 我相信我当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洋洋得意的感觉 为什么呢 我过去对此从未有所求 想也不该想的 而今这种独特的旅行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此时 涛炸了起来对我说 米歇 你也可以出来了 我一眼照办 和他一同站在房间中央 我注意到他的头盔已经取掉了 于是我问道 你能不能解释一下 为何就在刚才咱俩在一起时 你一直戴着头盔 而我不戴 可现在我戴时 而你却不戴 很简单 我们星球上的细菌种类和你们地球上的不一样 地球对我们那儿的细菌是极好的培养基 因此 为了与你接触 我必须注意这个基本保护 你对我们来说也曾是危险的 但现在不是了 我还是不太明白 你可以说得详细点吗 当你进入这个房间时 那颜色对你太强了 所以我就给了你现在戴的这个头盔 这是专为你设计的 的确 我们能够预测到你的反应的 没多久 房间的颜色油黄变蓝 那是因为你身上80%的危险细菌都被杀死了 之后 你应该能感觉到一股冷空气 像空调一样 那是另一种消毒 其机理就是用让我们来叫它放射吧 虽然那不是准确的术语 因为这没法翻译成任何一种地球语言 这样 我就被百分之百的消毒了 而你身上却仍有相当多对我们有害的细菌 我现在给你两粒药丸 三小时之内 你就可以被认为和我们一样纯净 并可以和我们在一起了 说着 他就从棺材下的一个小盒子里拿出两粒药丸 还有一个装有某种液体的饰管 并把它们交给了我 我想那饰管里是谁 我将药丸和那液体一同浮了下去 之后 一切开始变得极不寻常 涛用手托起我的身体 将我放进那棺材里 去掉我的面具 这一切都是我从离我二到三米的地方看到的 我真真切切地在远处看着自己的身体静静地躺在棺材里 不仅如此 我还能凭借意念在房间里自有活动 涛说道 米歇 我知道你能看见我 并能听到我的话 但我看不到你 因此在对你讲话时 我没法看着你 你的灵体已经离开了你的肉体 这没有什么危险 你不必担心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第一次 有些人会因此而惊慌失措 我给你了一种特殊的药丸 是为了清除你身体中所有对我们有害的细菌 另一种是为了使你的灵体离开你的身体的 其效力会持续三小时 用这三小时来净化你的身体 这样你就可以参观我们的宇宙飞船 而不会对我们造成污染 也不会浪费时间 这似乎很奇怪 但我觉得这很自然 我也听得懂他的解释 这妙极了 他走到房间隔板前 嵌板便会自动滑盖 形成一道门让他通过 然后嵌板又会自动闭合 我跟在涛的后面 与他之间保持着一段距离 每次嵌板在我到达之前就关闭了 但我却能静止的穿板而过 我们经过一个又一个房间 最后来到一间直径约20米的圆形房间 里面至少有12个航天员 全都是体型像涛一样的女性 涛朝着其中的四个人走去 她们都坐在巨大的 看起来非常舒适的椅子上 这些椅子围成了一个圆圈 当涛在一张空椅子上坐定之后 这四个人转过头朝着她 脸上带着询问的表情 涛故作姿态 摆出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 但最终还是开口了 我又一次极兴奋的听到了那种语言 那声音对我来说非常新颖 其音调是那样悦耳动听 就像是在唱歌一样 她们全都兴致勃勃的听着涛的汇报 我估计她们是在讨论着我 我相信我的估计是正确的 因为我是她们这次任务的主要人物 当涛汇报完毕之后 她们就开始了一连串的提问 另外两个航天员也加入了她们的讨论 讨论气氛越来越热烈 我在旁欣赏着她们的谈话 却一句也听不懂 此时 我留意到有三个人正举在一个屏幕前 我凑了过去 屏幕上显示出色彩极为逼真的三维图像 不难看出 这里必定是飞船的控制中心 我的隐身使得参观变得更为便利且有趣 这里的每个人都可以完全忽略我的存在 丝毫不受干扰地忙着自己的工作 在一个较大的屏幕上 我看到了许多光点 有大有小 有亮有暗 但是都持续不断地朝着恒定的方向运动 有些朝屏幕的左边 有些朝右边 当它们在屏幕上变得越来越大时 速度也就越来越快 最后从屏幕上消失 它们的颜色非常鲜亮 极为漂亮 从淡淡的光点到极明亮的黄色 就像我们太阳一样 我很快就意识到它们是许许多多的恒星与行星 飞船正穿行在它们之间 它们在屏幕上无声的运动 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我说不出我欣赏了它们有多久 突然 控制势力充满了一种柔和而又威严的声音 同时 许多灯都开始闪烁起来 那些正在与涛谈话的航天员 立刻转身返回了它们的控制台 它们的椅子好像是专为它们每个人设计式的 每个人都在全神贯注的盯着眼前的屏幕 在这些巨大屏幕的中央 我看出一个很难形容的巨大物体 硬要说的话 那是个圆形的蓝灰色的东西 它固定在每个屏幕的中央 一动不动 房间里静急了 众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三个航天员身上了 它们控制着一个有一些长方形部件的装置 有些像我们的计算器 突然 在一面我认为是墙的巨大区域上 我看到一幅使我目瞪口呆的纽约的画面 不 那是悉尼 我自言自语的 可是那桥却不一样 那是桥吗 我惊讶地立刻问刚好站在我身边的涛 我忘记了我不再在我的肉体中 没有人能听到我的声音 我能听到涛和他的同伴们 对他们眼前景色的评论 但因不懂他们的语言 我自然明白不了什么 但我确信 涛没有对我撒谎 因为地球的确是远离我们了 我的向导曾给我说过 我们是一块于光速数倍的速度飞行 我已经看到过土星在我们身后退后 之后又是我认为的行星级那些太阳 如果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地球 你该怎么解释呢 涛大声讲起了法语 使得大家都转头朝向的 米歇 我们现在是停在阿莱姆X三星的上空 它比地球几乎大两倍 就像你在屏幕上看到的 很像你们的地球世界 我现在不能给你详细解释我们此行的任务 因为我得参与其中 但我在之后会给你解释的 为了使你清楚一点 我只能告诉你 我们此行的原因与你在地球上知道的核辐射有关 所有的人都在忙着 每个人都明确地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 我们静止着巨大的屏幕上显示出一个城市中心的景色 这不过是一个巨大的电视屏幕 但上面的图像是如此鲜明逼真 就好像我们从一栋楼的窗户里向外看去似的 我的注意力又被吸引到了另一个小一些的屏幕上 它是由两个航天员监测着 那上面我可以看到我们的飞船 就像在平行宇宙时看到的那样 我惊讶地注意到 在我们这个飞船的正中稍下方 有一个小圆球被释放 就像母鸡在下带一样 一出来它就加速朝下飞去 当它从屏幕上消失后 另一个小球也被释放出去 接着是第三个 我注意到每个小球都通过不同的航天员面前的屏幕分别监视着 这些小球的下降可以在一个大屏幕上显出来了 它们与飞船之间迅速增加的距离 本应是它们很快就看不到的 但它们却仍然被显示在屏幕上 我推断这摄像机必定有极大的聚焦能力 确实因为在第一个小球从屏幕的右边消失的时候 第二个就从左边消失 但现在我们仍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中间这个小球的下降过程 它降落在一个巨大广场的中心 广场周围是众多的楼房 它悬浮在那里 好像在离地面几米处被吊着似的 另两个小球的降落过程也同样的被监视着 一个小球悬浮在一条横穿城市的河流的上方 另一个悬浮在城边的山岗上空 出乎意料 屏幕上出现了一幅新景色 我现在能很清楚地看到那些大楼的门或门廊 或那些本来应该是门的地方 那些地方现在是一些裂口 直到现在 我清楚地记得 我当时觉得这整个城市是多么奇怪和难以理解 一切都是死静不动 由于篇幅的关系 本期视频先到此为止 预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期分解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